2023新北市河海音乐祭今天来到最后一天 除了本土乐团还有多组日本乐团热力开唱 新北市长侯永宜也在晚间亲自来到现场跟民众同乐 而河海音乐祭周边还有美食市集可以逛 民众享受音乐也能体验到各式的异国料理 日本东京乐团登台热力开唱 全场气氛瞬间嗨到最高点 2023新北市河海音乐祭最后一天 新北市长侯永宜晚间惊喜现身跟年轻朋友摇摆桶了 融入现场热络氛围拍手舞动还跟年轻人大玩自拍 侯永宜也不忘到美食市集体验各式异国料理 不少民众热情合影就连宠物猫也都抢着入境 看到年轻朋友在那边又唱又套真的很开心 台湾音乐的蓬勃发展就是有年轻的朋友 勇敢的做出自己大胆的表现 平日压力都很大所以假日的时候就来这边放轻松唱歌跳舞 我很欣赏现在找这种日本团 非常国际 international我很支持 今年的河海音乐祭总计邀请超过四十组的乐团歌手 带来精彩演出 现场更集结各式知名店家 参为前大牌长龙 业者更加码备料 热销商品还是销售一空 昨天大概卖了一千只的鱿鱼 我们准备一千多只 很多不一样的乐团来参加 所以我们用这个去做一个发想 所以我们做一个法国菜跟日本料理 随着河海音乐祭来到尾声 紧接着九月十五号起一连三天 还有共聊国际海洋音乐祭接力登场 让民众把握夏天的尾巴 感受热闹滚滚的音乐盛事 记者新北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